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拦腰折断 十秒钟过后通古斯一片死寂 只剩下火山燃烧的声音 不过幸运的是通古斯是森林保护区 平常并没有人类居住 最近的城市也远在650公里之外 但这次爆炸的余波竟然炸碎了城市里房子的窗户 当时城市里有一个观测站 记录了爆炸时的场景 观测员告诉媒体通古斯区的上方 在爆炸后的几秒内 出现了一朵巨大蘑菇云 从这种种迹象 一些人会说 这不就和原子弹爆炸一样吗 可我们要知道 在20世纪初 别说原子弹了 就连手榴弹也没有出现 为了调查清楚真相 记者走访了周边的游牧民族 他们居住的地点离通古斯更近一些 据他们所说 爆炸发生时身边突然一阵燥热 随即吹来猛烈的风 有身体瘦弱的甚至还被吹飞 想一想连千年古术也被拦腰折断 可见这威力之大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曾派出一对科学家 对这次大爆炸重新调查 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大爆炸的威力 竟然有广岛原子弹的一千倍 而由现在的科技手段而言 想要重现爆炸场景 也只能够使用氢弹 就算使用了 除了撒哈拉沙漠 地球上也没有哪块空地能让你进行引爆 这一百年前的爆炸 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谜团 目前最主流的推测是陨石撞击说 当时的苏联正闹工人革命 没有花太大的力气去研究 只是做了一些收尾工作 等到一战打完 政府才派出一支小队进到通国寺深处 寻找所谓的陨石坑 当时的小队来到中兴历代后 发现所有的大树都朝着一个方向倒去 就顺着一支前进 来到中兴点后 却发现没有什么陨石坑 就连普通的大坑也没有 但奇怪的是 最中兴的树木竟然没有倒下 而是好好的立在原地 这个奇怪的场景 恰恰能和广岛核爆联系在一起 当时原子弹爆炸的中兴点 有几栋大房子也没有遭到破坏 现在还成了核爆纪念馆 当时的调查小队没有死心 开始地毯式搜索 想要找到是什么引起了爆炸 他们发现了几个大水坑 赶紧把核水抽干 但里面也是空空如也 这就更加令人疑惑了 你说这么大一个爆炸 为什么什么痕迹都没有 除了数倍烧焦以外 没有任何异常 但碍于当时水平不够 只能先达到恢复 又过了几十年 有人从空中进行拍照 结果发现了一件怪事 这爆炸的形状从空中来看 就像是一个蝴蝶形 有人就立马展开模型研究 弄了很多火柴 设计了各种爆炸实验 最后找到结果 只要在高空500米处左右爆炸 就会产生蝴蝶形的爆炸痕迹 而且最中间区域也会完好无损 因此这肯定是有什么在空中爆炸引起的 当时的科学家提出了几个假说 第一个是黑洞撞击说 虽然人们从未观测到黑洞 但根据物理学家们的计算 黑洞爆炸产生的威力 确实要比核弹轻弹大得多 一些研究认为 通古斯的上方 出现了一个小黑洞 穿过大气层后 在高空500米处爆炸 爆炸过后 黑洞瞬间蒸发 因此我们才无法找到痕迹 这个假说可信度是有了 但过了一百年 人们依然没侦测到黑洞的存在 因此这个假说也慢慢被抛弃 第二个假说就是核爆说 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原子弹 所以发生核爆的物质 也同样来自外太空 这是一个美国科学家提出的 他经过考察发现 在大爆炸发生同年 美国各大森林的碳含量 普遍增加了1% 辐射含量增加了 就自然怀疑 其和大爆炸有关 而造成爆炸的凶手很可能就是反物质 他们和黑洞一样 从太空中过来 和地球上的正物质接触 爆炸过后就消失不见 但后来对周围的游牧民族进行身体检查 发现也没有遭到核辐射的痕迹 这样一来 核爆的假说也被否决了 毕竟反物质这种东西 也仅仅是存在于理论中的 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在自然界中被发现 第三个假说则是彗星撞击说 当然和我们常说的陨石不同 这个学说是由英国天文学家杰克首先提出 彗星主要由冰块 稀有气体 以及大量尘埃组成 因此 彗星在撞击地球时 并不会留下痕迹 冰融化成水 尘埃也会融进泥土里 但事实上 如果真的是彗星 那很可能整个俄罗斯都会被夷为平地 彗星的动能要远远大于陨石 因此也有人猜测 这掉下来爆炸的应该只是彗星的一小部分 换句话说 就是一小块冰块碎片从彗星本体上脱落 在太空上方爆炸之后 也只剩下水蒸气 因此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而这个假说也同样有着证据之称 证据就是那支调查小队 在爆炸中心发现的水坑 水坑里的水很可能就是冰块融化而来的 但又过了好几年 对于水坑里的水分析 结果发现是动土层融化而来 和彗星没有半点关系 不仅如此 科学家们也认为 彗星的冰块碎片并不会无缘无故爆炸 更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 因此 这个假说也慢慢被学术界所淘汰 讲完这三个假说 再来说说另外一件怪事 在50年后的加拿大 也发生了一次大爆炸 而爆炸的情形和通古斯大爆炸非常相似 但这一次爆炸恰好被观测站记录下来 据他们所说 一个火球突然划过天平 飞快地朝地面砸去 发生了猛烈爆炸 但这一次爆炸的威力 远远小于通古斯爆炸 但和前者一样 爆炸中心没有发现陨石坑 反而有一些黑色的粉末均匀地洒在地上 科学家们将其取回 拿到实验室分析 发现这确实属于陨石 我们都知道 陨石分为三大类 第一种是铁陨石 第二种叫做实陨石 第三种是铁石陨石 加拿大大爆炸中发现的 正是第二种实陨石 这样一分析 通古斯大爆炸 也有可能是实陨石的杰作 有人会好奇 陨石为什么会爆炸呢 因为在进入大气层时 和空气摩擦发热 石头里面有冰块的话 就会瞬间膨胀 压力到了临界之后 就会直接爆炸 可在通古斯爆炸中 连石头碎渣都没有 后来政府做过调查 只有三成民众相信陨石撞击手 有三成的人相信是会心撞击 剩下的人则提出了千奇百怪的看法 什么外星人入侵 美国的秘密武器 但至今也没有个确切说法 而直到今天 凭借人类现有的科技 想要还原当年的爆炸 也要动用一大堆氢弹 因此可以想象 一百年前的那场爆炸 是多么的迷雾重重了吧 但不管怎么说 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 总有一天 我们能够解开所有的谜团 那么大家觉得通古斯大爆炸 是什么造成的呢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哦 喜欢的点不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